你跟我分手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然后这段时间我想过很多 之前的话的确是我做的不对 我认为我可以离开你 我可以做到更好 但是离开你这段日子之后 反正我真的很难 所以 我想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能够新加一切 听完姑娘说话 我有种心碎的感觉 究竟是什么样的爱情 像分手一个月之后 女孩还希望男孩能给她一次机会呢 听起来像是一场虐恋 来 认识一下两位 有请两位嘉宾 男嘉宾小杨二十四岁 来自山东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王二十二岁 同样来自山东是一名学生 有请 欢迎你们 这女孩的嘴绝的 受了多大委屈啊 我之前的确做了过 有一些她隐瞒她的事 所以说 算是有一些对不起她吧 她毕竟之前对我挺好的 然后 我们因为这个误会分了 分手一个月了 对 分手一个多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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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手怎么又来了呢 她这样坚持 我还是有点犹豫 就是说 想把这个事 就是给大家 三老师说一下 然后想听大家的意见 其实心里也有点舍不得是吗 对对对 因为之前我俩就是 本来就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一开始我们俩感情 本来是特别好的 我是觉得这个女孩 就是很乖 就是挺懂事的 所以一开始谈得很顺利 你们是交往多长时间之后 决定分手的 交往的接近一年多 因为前几个月的话 我们感情特别好 中间出了一些小岔子 导致我们误会特别深 觉得这不算什么小岔 遇到了什么事 就这样 一开始我们就是 本来是谈得很顺利 什么事情也没有 就是慢慢地发现 就是经常有一个电话号 给她打电话 发打信什么的 而且她都没有备注 而且手机也不让我看 因为这个电话 她就经常给她打 而且我能听起来是一个男的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 我俩一块儿吃火锅的时候 那时候你又是接那个电话 还在那儿跑门外打下 外边还下着个雨 你说你至于吗 可是我不想让你误会 因为毕竟是一个男的 对于山东人来说 就是说男的比较那个 比较霸气那种 肯定这样的话会接受不了 因为一直在联系我 我特想知道 这电话总响 总是一个男的 你还得逼着他接 你怎么解释 我接个电话 还要离开他 到外面去接 当时怎么解释呢 我当时是没有解释 直接就上外面打下 说我后来 我半开玩笑 我问他一句 我说要怎么了 这是有男生追你吗 因为我觉得女孩 有男生追也很正常嘛 我就深水退周的 然后就说是的 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什么 不过我说那个 我可以自己去解决 大约也就一两周的时间吧